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10月18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政府到底有多富,中国政府又到底有多穷 要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的政府,应该没人反对吧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GDP最大的国家 按理说,应该美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的政府 但是美国的政府是受管控的 而且美国老是因为开销,政策等原因,接近倒闭400多次 所以美国居民很富,政府实际上是很穷的 所以我大天朝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 因为国企和黄金储备的原因 中国的政府的国库拥有大量的财富 美国虽然是发达国家,而且很富有 按照每个政府的黄金储备量来看 中国政府的黄金储备高达39000 39358 441美元 远超同期日本美国居第一 中国土地全部都是国有的 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 能没有钱吗 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的居住权 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都拿来带动国家经济发展 还能没有钱,这些都是我们的感觉 中国政府到底有多有钱呢 我们拿数字来说话 以下数字来自中国政府网 我们很多人的感觉就是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下行 很多企业和个人的收入不仅没增长还下降了 那中国政府的收入相应的也会减少吧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2021年1月到4月累计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008亿元同比增长25.5%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6657亿元同比增长28.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1351亿元同比增长23% 全国税收入67450亿元同比增长27.1% 非税收入10558亿元同比增长16.6% 主要税收收入项目情况如下 国内增值税24864亿元同比增长24.7% 国内消费税6214亿元同比增长13.9% 企业所得税16250亿元同比增长25.7% 个人所得税4948亿元同比增长22.8%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5862亿元同比增长28% 关税986亿元同比增长25% 出口退税5391亿元同比增长6.8% 城市维护建设税19771亿元同比增长27.8% 车辆购置税1365亿元同比增长41.5% 印花税1600亿元同比增长49.6%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025亿元同比增长57.9% 资源税732亿元同比增长22.1% 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中 汽税2674亿元同比增长51.4% 土地增值税2700亿元同比增长40.6% 环境保护税103亿元同比增长7.1% 车船税船舶吨税烟业税等其他各项税收收入 合计388亿元同比增长9.8% 大家看到没有 中国政府的税收也就是财政收入不仅没有下降 相反还增长了很多 基本上都是20%30%到40%左右 最少的也有78%左右 所以老百姓的收入是下降了 很多企业也在苦苦挣扎之中 但是中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还在快速的往上涨 你说中国政府能没有钱吗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科隆说 如果谁能说清楚中国人的收入应该离诺贝尔经济学奖就不远了 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处级干部 孩子都会在美国留学 据我所知 北京的一个处级干部的月工资一般不到1万人民币 满打满算年薪2万美元 12万亿人民币左右 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也就是4万美元 24万人民币左右 根本不足以供一个孩子在美国纽约大学读书和生活 那他们的钱哪来的呢 与政府连年增长的财政收入有没有关系呢 所以中国政府官员灰色收入就有一些猫腻了 在中国越接近权力的人越有钱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钱 都被各种名目凡多的税收拿走了 然后又通过某种渠道转到了某些家族和某些接近权力的人的手中 所以才有了外国人看到中国人在海外的各种买豪宅像买白菜一样 然后奢侈品店都是中国人 什么法拉利南波基尼也都被中国人抢光这种现象 要知道中国政府不只有中央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 尤其是2000多个县政府 这些县市政府也那么富有吗 在94年分税制改革 中央政府拿走了大部分税收之后 除了极少数的沿海省份的政府之外 中国绝大多数的省份市县都是很穷的 这几年很多地方政府看着有点钱 但那也是卖地收入 但由于房地产的发展 很多地方政府是欠了一屁股的债 根据财政部 地方财政厅 省 自治区和财政局之下是网站的数据 全国共有17个省份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高于100% 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 其中天津 贵州 内蒙古 三个省份 政府债务负担超过150% 从政府债务负担高于150%的区域来看 2020年全国仅有天津 贵州 内蒙古 三个区域政府负债超过150% 其中天津达到184.7% 位居全国第一位 主要因为天津经济产业结构不佳 税收收入始终处于第一位 加之房企对天津房地产市场的战略性收缩 拖累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下滑 约36% 同时区域上年大规模的非税收入 不具有可持续性 综合导致区域财力下降 约23% 对历史大规模无序投资积攒的政府债务难以形成覆盖 贵州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 政府债务规模超过万亿元 位居全国第八位 但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排全国第22位 在中央大力支持下 政府负债负担仍然较高 2020年转移性收入占区域综合财力约45% 内蒙古因其地理区域性特性 目前仍处在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 前期较大规模的投入 目前仍未看到有效产出 同时区域土地市场景气度 也是区域财力较弱的主要原因 从政府债务负担低于100%的区域来看 全国共有14个区域地方政府负担低于100%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区域结构 较为优质、经济发展动能较强 税收规模较大 土地市场景气度较高 无需依赖较大规模的中央转移性支付 而北京作为全国首都政治中心 拥有全防卫的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发展模式 对局债市发展依赖程度低 造就较低的政府债务负担 看到吧 就连东南沿海省份 我们认为最富裕的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 都是有一定的债务负担的 只是债务负担小于100% 而其余的东北、西北和中西部 大部分地区债务负担都非常重 而天津更是超过了180%多 所以说中国政府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 也是世界上最穷的政府 就像恒大一样 恒大的许家印是那么的有钱 好几架私人飞机 玩最顶级的明星 曾经一度是全中国的首富 但是他的钱全都是借来的 后边欠了一屁股的债 现在连海外的美元债 欧洲、日本、德国、美国这种 国外的债都已经违约还不上了 中国政府也是一样的 中国政府包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拿走了全中国最多的税收 百分之七八十的税收都归中央 而且所有的央企的税收也都归中央政府来管控 所以中央政府很有钱 所以他们就大力地发展军事 军舰像架饺子一样 用买那么多的武器 然后又拿这个钱去海外各种蓝金黄 收买各国的政府、政客 让所有的各国政府都跪倒在中国政府面前 但是其实内部非常非常的穷 就是用借来的钱、借海外的钱、借中国老百姓的钱 来冲起了一个很虚的大胖子 外人看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胖 其实身体非常非常的虚 所以说中国政府既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 也是世界上最穷的政府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